教你一朝到家快速恢复精力的法门 闭目色听 《皇帝内经》有句话 叫做甜淡虚无 真气从之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我们锻炼身体和养生的方法 都强调要平心静气 让大脑和身体放松 进入一种甜淡虚无的先天状态 例如我们在睡眠的情况下 最容易进入这种状态 所以我们一觉醒来 就会感觉精力恢复了很多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本能 这个本能我们需要不断地去加强它 维护它 保持它 这样人的精气神就会好 那么我们平时工作和生活 要怎么达到这种先天的状态呢 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让心保持清静 每天工作累了之后 可以用两只手的中指把耳朵塞上 然后把眼睛闭上 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呼吸 或者身体的某个部位上 让大脑彻底放松五分钟 这叫闭目色听 五分钟之后 你会发现整个人就好像充满电一样 你再去工作 精神就会好很多 如果你工作强度很大 可以一天四五回 如果你工作强度小的话 一两回也就够了 如果上述外部条件不具备 比如坐车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在座位上闭上眼睛 身体放松 什么都不听 不想 不念 这种状态 保持五到十分钟也能进入先天状态 一到先天状态之后 你的精力就能够迅速得到恢复